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诶 我看到这边奔过来一个黄色衣服的小朋友很可爱的 诶 哦 他们现在要拍这个小朋友啦 诶 诶 诶 慢一点 是不是很可爱 这边还有一个穿白色衣公主裙的小朋友 大家看一下 这些就是跟我们今天的男生一起拍摄的 一起拍摄的这个宝宝们 他们都是从我们的这个全国范围内选出来的一个最闪亮的宝宝 经过选的 不是谁都能跟我们男生拍摄的 对吧 我们一会儿等他们拍两张照片之后 我们去问他们一点问题呀 又来一个 这个感觉好像好小的样子呀 真的是一个比一个萌呢 你们说是我可爱还是他们可爱 哈哈哈 我们稍微小一点 他们在他们在拍东西 那我们现在男生还没有出来 现在应该是小朋友的部分 你们说我第一个问题先问哪个小朋友呢 你们喜欢黄衣服的 白衣服的还是粉色花花的 喜欢哪个 快告诉我 因为我昨天也是到过这个拍摄现场嘛 我觉得那个黄色衣服的小朋友特别的萌 特别的可爱 那么我们想一会儿就先问一下这个黄色的小胖妞怎么样 哎呀喂 哎呀她经常跟我穿一样颜色的衣服呢 喂 啊 我也是小胖妞呢 我 我是不是不可以直接上去 我叫她出来好不好 那个小胖妞好活跃 把那个穿花色衣服的小姑娘都吓到了 那两个小姑娘 啊 这个姐姐在干嘛呀 哦 我也觉得那个穿花色衣服呢 嗯 闲着这个衣服呢 我其实就有 Collette的小姑娘很像好活跃 没完 我去現場 昨天看他在片場拍這個廣告片 昨天看他在這個片場拍廣告片的時候 一直踢到我們的男神啊 然後告訴他別踢別踢 然後越來越踢 小朋友真的是非常的這個 強皮啊 對不對 這個白色的衣服的小姑娘有點害兇啊 哎呀 這裝傷了 怎麼辦呢 我並沒有小朋友萌啊 這個最小的小姑娘一直非常的 非常的沒有人 白色的衣服的小姑娘真的是 太萌萌哒了 不知道不知道兩位小朋友在幹嘛 啊 小朋友摔倒咧 因為我們的小朋友就是年紀都比較小嘛 所以都是這個爸爸媽媽一起陪著來的 一起陪著來的 然後這個可能會現場發生一些突發狀況啊 比如說小朋友哭了啊 或者是這個不高興了 所以就要慢慢來晃一下 對不對 不知道大家這個有 都有沒有寶寶啊 因為我們今天拍攝的這個凱撒圖呢 也是跟這個寶寶有關的一些產品 所以你們可以這個密切關注一下 而且我們今天有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這樣的一個活動啊 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啊 這個白色衣服的小朋友叫芒果 特別的害羞 然後這邊黃色衣服的小朋友真的是特別的活躍 一直帶著這兩個妹妹一直在玩啊 哎呀哎呀 一言不合就開始一字馬 這個是我們直播直播界的未來啊這些都是 祖國的小花朵們 那邊那個小小的朋友為什麼在那邊自嗨 一直在自嗨 哇哇哇 這個這個小朋友開始活躍起來 我覺得這個 呃 花朵的小姑娘是一個比較慢熱的一個一個小朋友 剛剛最開始是姐姐們帶著她玩 她都沒敢動 但是這個白衣服的小姑娘我怎麼覺得她好像 再過一會兒就要哭了的樣子啊 我的天 一直在 吃手指 萌萌哒 強行的 撥開她 哎呀 那姐姐開始指揮她們兩個了 哇 那個黃衣服的小姑娘好像是我們這次閃亮寶寶大作戰中的前十名中的一位哦 我們趕緊過去問她一些問題吧 來 我們過去採訪一下我們的小寶寶們啊 小朋友 小朋友 嗨 嗨 我們是在這個拍拍現場的直播哦 來來來來來 對 注意一下姨太 你叫什麼名字呀 My name is 王英語 哇 還說英文呢 My name is 王英語啊 那你今天幾歲啦 My name My name is 5 5 5歲啦 你好猛呀 你今天來這邊是做什麼的呢 我是來這邊拍照的 拍什麼呀 我是來拍拍照給我爸爸媽媽和爺爺奶奶看的 你不要離我這麼遠嘛 我也這麼可怕嘛 我們我們兩個今天撞山了你知道嗎 都穿著黃色衣服 你的你的你的衣服好看還是我的衣服好看 我的衣服 他們也變成了嗎 嗯 對 你的好看 很多小花的 哦 是真的好看呢 那你知道今天你要跟誰一起拍拍照片嗎 我要跟無尊叔叔一起拍 叫叔叔真的好嗎 不是應該叫大哥哥嗎 那你覺得他帥嗎 帥 那叔叔帥還是爸爸帥 我爸爸比他還帥 哇 爸爸在有沒有在這個手機面前看直播啊 女兒誇你呢 說你比無尊還帥是吧 看來這個爸爸都在女兒的這個心目當中是非常的重要的一個 那麼你們一會兒拍的時候 這兩個小妹妹是不是要跟妳一起拍啊 是的 那之前你們 來一個新的小朋友要跟我們一起拍 不然那個瑞瑞還沒來了我們我們等等她吧 那你們一共幾個小朋友呀 我們一共六個小朋友 那你是不是最漂亮的 對的 那你覺得除了你妹妹們哪個更漂亮一些 嗯 馬依林 馬依林是哪個 啊就這個非常非常小的這一位 哎 依林小寶寶 來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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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他新取了一個名字 小強強都到我我到哪兒他都跟到哪兒的 那你給他取的名字叫什麼呀 小強強 為什麼叫小強強呀 因為他這麼小肯定可以就要拍小強強嘛 哦這邊有工作人員跟我說這個我們要去拍我們今天男神了 今天謝謝我們今天小寶寶 一會兒祝你們拍攝愉快好嗎 拜拜 哇哦腿有點麻 我們這個哇 我們一會兒要拍到我們男神了 我們現在要過去跟男神打個招呼 男神在哪兒呢 在哪兒 我要過去嗎 我要過去嗎 好 來來來攝像師 拍不到了 因為我們這個男神一會兒從這邊 我們我們這個一會兒男神就從這裡走出來 我們在這裡等他一下好不好 等他一下 然後呢因為大家我都知道大家很好奇 我們今天其實我們剛剛寶寶已經說了我們今天的這個是誰哈 其實就是我們的這個無尊 但是呢大家應該會很好奇 就是有一些問題想問他 有一些這個小問題要問他對不對 比如說他的最近的這樣一個狀態呀 以及他的這個 個人的一些私生活 你們是不是很好奇 那麼我一會兒呢就會帶大家 我們一會兒呢就會帶大家去問一下他無尊的這些 小秘密 你們很期待 他媽媽我們無尊馬上就出來了 哇哇哇哇出來了 等一下等一下我要冷靜一下 哇我我我我我現在 我現在去跟他搭話了 好啊 你好啊無尊 你好我們現在是一個現場的直播 開始了 哈嘍哈嘍哈嘍大家好 大家好 對因為大家就是網友朋友們有很多問題想要問您 方便這個先跟我們聊一下嗎 好啊可以啊現在嗎 好那走吧這邊 哇好激動呢 這會見到無尊本尊了呢 啊對這邊裡面 我發現無尊本人的臉真的是非常的小 這邊 坐在這邊就好了 啊你好 啊對你的麥克風 已經開了 哈嘍哈嘍哈嘍有沒有 一二三一二三 有的那個 所以我們現在在講話他們直播都可以看到了 對就是一個直現場直播 那你再次跟大家打一個招呼吧先 嗯 開什麼 哦對哦這個直播沒有 直播就是跟平時的拍不一樣 OKOK 哈嘍大家好我是無尊 大家早上好 啊今天也是起得非常的早對不對 我差不多對因為我們這兩天都在拍廣告然後 啊今天大概六點鐘醒吧 哇那是蠻早的 那平時的就是行程都很忙也是這麼早醒的嗎 因為我剛剛拍完一部電影 不是沒有拍完中國的中國的戲份拍完了 接下來要去紐約拍 所以啊前天剛剛拍完的然後拍完了就來拍廣告 好那今天在這邊是一個拍什麼樣的廣告呢 哇今天拍這個廣告其實是我自己蠻期待蠻興奮的 因為身為一個爸爸我覺得 啊 喔好吵喔 我覺得身為一個爸爸然後我們會考慮到孩子很多 很多的安全對 那今天我們拍的這個是一個小孩子的寶寶的安全座椅 對 然後是來自英國的品牌叫卡薩圖 喔 對 那這個聽說您除了拍攝卡薩圖的廣告片之外還有另外一個身份是什麼能告訴大家嗎 另外一個身份對其實我這一次非常開心就是也覺得很榮幸就是被卡薩圖他們被邀請做大眾華區的首席食尚館 喔 首席食尚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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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吸引的一個詞呢 就是很榮幸 對 因為我自己本身很喜歡他們的品牌 對然後 那你覺得卡薩圖品牌跟其他的品牌的這個安全座椅有什麼不同嗎 我覺得它是一個英國的品牌然後 他們那時候給我看他們的那個方案 然後我看到他們的一些他們的一些設計靈感來源 然後都是五圓六色非常的Colorful 然後我覺得小朋友就是這樣子 像我自己本身我的子女我都會很喜歡給他們穿五圓六色的衣服 因為這樣子他們心情好 我的心情也好 對所以我看到他們的座椅的時候我覺得 好Colorful然後很潮 就是我覺得現在的一些年輕的爸爸媽媽都會 都會想要就是比較你知道比較潮的一些設計 對 對我剛剛也是看到他們這個營車的這個設計 對對你看 顏色非常的漂亮 很漂亮 然後我覺得他們不只是顏色漂亮 他們 他們在安全這一塊他們就是有澳洲的standard 就是安全的那種標準 對就是歐洲的 歐洲的這個標準 對 所以身為一個爸爸來講你當然希望第一就是安全 對 那有了安全然後又有了外貌 對 當然是非常加分的 是的 那就是我們也知道您家有兩個小孩子 也知道他們你們平時是在文來的話 是不是已經有這方面的一些法律法規來規範 你是說安全座椅嗎 對 安全座椅在文來其實一定要小朋友四歲以下 一定要做安全座椅 對這個是很重要的 對 而且我聽說就是中國一些大陸那些一些城市 已經有一些城市立法是也是跟這個安全座椅有關了 所以只有幾個城市不是全部 對就是目前還只有幾個城市 OKOKOK 但是未來應該會普及的因為這個小朋友安全方面 對很重要 對非常的重要 像我自己的女兒她其實他們是說四歲以下 一定要做安全座椅 可是現在我的女兒已經五歲半六歲了 我還是給她做 對 為安全考慮 當然了當然了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嘛 他們在車上會動來動去 假如他們有坐在一個安全座椅的話 我覺得是比較安全很多 對 對 對 是這樣的 那這個 今天呢 也是謝謝無尊給大家普及了這個安全 兒童安全出行的這樣的一個 嗯 標準吧 然後呢 聽說今天 因為無尊來 所以我們的廠家 給了我們很多的這個福利給大家 嗯 我們現場會給大家派發這個現金紅包 哇 以及我們的這個 呃 因為 凱撒圖品牌嘛 也做了這個天貌上面的優惠打折活動 大家可以去關注一下 對對對 就是因為無尊太帥了 所以 廠家就是這麼決定的 哇 真的是謝謝廠家 對他們非常貼心 像我們這次拍廣告 因為有了很 有很多小孩在現場 對 對然後 啊 他們也就是啊 我覺得 全 照顧到大家都照顧得非常好 嗯 因為小孩子比較 對 像昨天我們拍那個 電視廣告 然後有很多小朋友 然後去拍了一整天 對 很辛苦 可是他們玩得很開心 嗯 對 因為你看 你可以看到現場都是五元六色的 對對對 小朋友其實對於這種色彩方面還是比較 對 他們在坐那個座椅的時候 他們坐下去的時候 他們就一直在看 看後面的圖案 對 就很可愛 對 就是五元六色有很多 很多不一樣的圖案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覺得很好奇 很很新鮮 對 是的 這也是我們凱撒圖的一個特色嘛 嗯 對沒錯 那 這邊就是 因為網友朋友都比較關心 嗯 你們家裡的那兩個小朋友 哦 所以有很多問題 我們在前期徵集了 想要問你們 好啊 什麼問題都可以 都可以 哦 呃 沒有限制的 哈哈哈哈 那那我就問了 好啊好啊 那那個 呃 有一位網友問你說這個 內內現在也是明星圈的小紅人了嘛 之前也跟你上過節目 哦 他會經常接觸很多明星寶寶 其中就是跟他最好的 關係最好的明星寶寶是誰呢 其實 呃 因為他在文來的關係 所以都很少有機會就是可以跟大家就是常常見面 那我覺得之前帶他去拍爸爸回來了 我覺得 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一個經驗 對 然後啊 他也在這個節目裡面認識到 呃 一些小朋友 對 那 雖然很少見面 可是 他 我覺得他們以後長大了 他們永遠都會記得說 我們之前一起拍過這個 呃 電視節目 然後他現在在中國也多了幾個朋友這樣子 以後啊 假如有機會帶他來北京啊 還是哪裡我都可以帶他去跟他們見面這樣子 也是 呃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體驗嘛 非常非常好 對對對 非常好 因為看節目當中他跟那些小朋友玩的也都非常非常的好 哦 對啊 他們都玩的非常開心 像我拍拍爸爸回來了 拍了大概兩三個月吧 從頭到尾他沒有哭過一次 哇 好怪的 對 他玩的很開心 對 真的非常乖 那 嗯 也知道無尊跟這個奶奶媽咪已經在一起二十多年了吧 差不多二十年 九五年吧 對 二十一年 哦真的好久了 那你們是 怎麼給你們的這個感情保鮮的呢 保鮮喔 對 嗯 不用保鮮 哈哈哈哈 不用保鮮就一直很鮮的嘛 我覺得 一個感情不一定要有那一種新鮮感 對 我覺得我們沒有去完全沒有去注重這一點 對我覺得只要大家是 呃 很珍惜對方 呃 就算沒有那種 新鮮感在 大家還是很珍惜對方的那種感情 對 對因為我覺得一段感情不可能就是 從第一年到第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都有那種新鮮感 假如你把這個新鮮感看得太重要 那就會影響你這段感情 對 受教了 哈哈 那您平時在外面也挺忙的 嗯 就是會經常聯繫家裡 給太太孩子打電話什麼 會啊 每一天啊 對我每一天都會跟我的小孩他們 FaceTime 就是視訊 嗯 對然後尤其是他們睡覺前 對我很喜歡就是睡覺前跟他們說個晚安啊 然後說一些甜言蜜語的話 哦真的是好爸爸 哈哈 那這個那跟Max平時在一起相處的時候 有吵架的時候嗎 當然會啊 我覺得小朋友現在尤其是像我的兒子Max 他才兩歲多 那他偶爾也會跟姐姐搶東西 看姐姐在玩什麼他就去那邊搗亂他什麼的 對因為他還小還不懂事 對那當然一開始姐姐會生氣 可是現在我都慢慢的跟姐姐說 欸你比較大你要讓弟弟弟弟弟還小 然後現在還不懂事 對然後他現在已經聽了明白了 所以他會說嗯給他多一點時間 讓他去慢慢的去學會 因為我給奶奶看他以前的一些視頻 我說你看你以前小之後也是這麼頑皮 對所以他就懂 對 已經開始懂事了四歲半了是吧 他五歲半了 啊五歲半了 對對對 那這個有沒有跟那個奶奶說 等Max長大之後就可以來保護你啊 什麼的這種話呢 我會有跟他講說以後Max長大會比他更大 是比他更高 對所以以後是個個保護你 可是現在呢你要保護弟弟 對就是讓他懂 對啊 那他們兩個有沒有問過你他們是怎麼來的 怎麼來的喔 有問過嗎 沒有啊還小 對 因為小朋友一般都會比較好奇 問爸爸媽媽我是從哪裡來的 從哪裡來的 從媽媽的肚子來的 對對對 所以有跟他講 因為那時候他的媽媽懷孕兒子的時候 對就跟他講說 喔裡面有一個寶寶到時候會出來 然後是弟弟這樣子 然後偶爾也會叫他在那個肚子那邊跟他說話這樣 喔 挺溫馨的一個畫面 那我們這邊 父母一般如果有小孩要自問父母說 我們是怎麼來的 那怎麼講 我們都會說 很多父母都會說 欸撿來的 撿來的 為什麼 衝畫被送的就跟小孩子開玩笑嘛 喔 就是小孩子太小了 然後之後還會跟他講 啊是從媽媽肚子裡來的什麼 大概 怎麼來的 是可以以後講話問我要怎麼回答 哈哈 不要尷尬是嗎 怎麼來的 就是爸爸跟媽媽的愛來的 那這個 大家也都知道 剛過完端午節嘛 恩 文來的華人 過端午節的習俗有什麼不同的嗎 啊 我覺得都是吃粽子 對 那我們那邊吃的粽子 有甜跟有鹹的 對 那我自己 我本身我 我比較喜歡吃鹹的 對 可是內內她很喜歡吃甜的 她就會拿那個粽子放一點糖 這樣子吃 我不知道你們這邊有沒有這樣 有的 我們這邊也有鹹的跟甜的 甜的是放一點糖的嗎 對對對 裡面沒有東西的對不對 也有這樣的 就是百米粽然後蘸糖的 有這樣的 我們那邊的鹹的粽子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我也想學 肉粽嗎 肉粽 對對對 這邊肉粽有很多 而且網上很多網友 關於這個粽子的鹹甜之爭 這人找的不可開交 真的喔 對 所以說大家知道今天這個 無尊在這裡說他比較喜歡鹹的粽子 喜歡無尊的小夥伴們 你們知道以後該吃什麼了 我覺得看心情嘛 有時候吃甜的 有時候吃鹹的 對 吃甜食的話 對人的心情比較好 對對對 那這個 奶奶跟Max平時吃甜食是比較多嗎 都有 對 那當然小朋友都喜歡吃 像那種冰淇淋啊 糖果這一類的 對 那我偶爾會給他們吃一點點 對 比如說有時候他想吃糖果 我就可能 那個糖果我咬一小塊 然後給他吃 我不會給他吃一整塊 對 就是不要吃太多 對 對牙齒對身體都不好 對對對 那這個網友 很多網友 都給你加了一個吃貨的這個標籤 嗯 說你很愛吃東西 這件事情 你是怎麼看的 我真的是一個吃貨 對 因為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吃東西 很 很喜歡品嘗吃的 然後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歡煮菜 對 所以 對吃這一塊我其實是蠻 蠻 蠻有 怎麼講 嗯 蠻 蠻 蠻專注的 蠻專注的 對對對 那 就是這麼愛吃東西的話 是怎麼保持這麼好的身材呢 因為 怎麼講呢 因為我 我愛生活啊 我愛自己 對 所以 你要照顧好自己 你要去享受 享受好了 你也要照顧好自己 要運動 就是 不要 就是 為了享受 然後忽略了一些 比如說健康那一塊 對 因為我覺得 尤其是現在有了小孩 我會想要更健康 對 我覺得健康非常重要 因為 假如你一旦沒有健康 你的身邊的 愛你的人 全部都會很擔心 對 所以健康是第一 嗯 所以運動 不只是為了這個 保持身材 也是為了自己的身體 當然啊 保持身材 這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自己的 健康 對 是的 而且這個 看節目 聽說你這個 打籃球特別的棒 還好啦 對 我滿久沒打了 對 以前常常打 就是在學校上學的時候 對對對 就是以前 讀書的時候 對 比較常打 每天都打 那你顏值這麼高 然後又會打籃球 會不會很多 這小姑娘追你啊 沒有欸 真的嗎 真的 沒有人追我 我在讀書的時候 對 因為 因為文來人都比較 文來人都很 都很 內斂的 對 他們都不會好像 就是 很主動 女生很少會主動的 在文來 那 那您跟您太太是 你主動的嗎 當然是我主動啊 對啊 因為他們可能就比較 因為那邊的文化比較不一樣 他們可能就比較 比較 比如說我去文來 我現在回文來什麼的 也不會有常常人家 會趕上來找我拍照什麼 他們比較 比較 害羞一點 聽說您跟您太太是 相親的時候認識的嗎 相親這什麼 相親就是 怎麼解釋相親呢 就是 兩家人說好 叫你們見一個面 然後 看看有沒有 往下 進一步發展的可能 就是家裡安排的婚姻 對 你怎麼知道 網上說的 沒有 隨便亂講你們 哪有這樣的事 我怎麼可能 沒有啦 我們文來沒有相信這件事情 對 那你們是怎麼認識的呢 我們怎麼認識的是我 我那時候就是 剛讀完高中嘛 對然後有 有三四個月的 假期 對那時候也沒有談過戀愛 然後那時候就說 不然就 我有一個 我的姐夫 我就說欸 不然去找一個女朋友好了 對 然後就叫他介紹 然後他就介紹了 介紹了然後就 欸就這樣子 然後就 打給他 然後就約他出來 然後就這樣子 過了一兩個月就在一起這樣 就是 感覺對了就在一起了 然後一直到現在 對好奇怪的 對對對 哇 好羨慕 那這個 那你第一次見你太太的時候 你覺得他身上哪一些特質吸引了你 嗯 我覺得 是個性吧 對 可能就是 呃 你覺得舒服 也沒有說他的個性是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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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說兩個人相處起來就是那種 呃很 舒服的感覺 對不會覺得不不自在啊 不會覺得呃 有一些東西你覺得你不喜歡啊 對我覺得就是那種感覺 比較合得來 對對對 喔 那那就是你們有兩個寶寶之後 就是會因為在旅行的時候 呃大寶小寶很多行李嗎 就是 很多 對 你有小朋友的時候你就會 考慮到很多東西想要帶了 希望可以把他們真正的照顧得好 對 因為在節目上 你帶著奶奶出去的時候也是 大寶小寶的背一堆 然後 真的真的 甚至是 像我 一開始的時候 啊 那天三個月的時候 啊 我們帶他去澳洲 對 我們 我們甚至 安全座椅我們自己都重溫來帶過去 喔 這麼遠帶過去 對 因為他們在那邊 他們在澳洲喔 他們的計程車喔 你帶小朋友 你要做安全座椅 你不能用抱的 喔 對 所以你要自己準備安全座椅 對 哇 那現在安全座椅真的是 很重要很重要 所以我們那時候 真的是大包小包了 對 小朋友的推車啦 對 安全座椅啦 然後甚至是我的兒子 現在他 啊 他一歲的時候 我們跟他洗澡 他還要 他 有一次我們帶他出國 然後他在飯店 他不喜歡 就是用那種 浴缸洗澡 嗯 我們還要 第二次帶他出國 我們要自己帶那個 小的浴缸給他 小的浴缸給他 對 哇 小朋友真的是 嗯 東西比較多 那奶奶跟Max 這兩個名字是 是怎麼取的嗎 哦 其實他們的中文名 比如說像奶奶 她的中文名字 是叫 吳辛怡 對 那那個怡是 快樂的意思嘛 怡 對 所以我的兒子 叫辛樂 也是樂 也是快樂 我 我在取名的時候 我都希望說 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生活是快樂的 對 所以我覺得快樂非常重要 嗯 那因為很多父母就是 管教孩子的時候都比較嚴厲 那您平時是屬於比較嚴厲的 還是屬於就是 讓他們 我覺得 比較自由的 我覺得 因為我是 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我的星座天秤座 你就會抓個平衡點 對 你不會說太嚴厲 你也不會說 太給他們太多自由 我都是會 在中間 有些東西應該給就給 有些東西應該放就放 這樣子 對 就是 就是沒有一個很強烈的在哪一邊 這樣子 對 那我現在我也一直在看一些就是 我常常都在買書來看 對 就是說 可能怎麼樣當一個好的父母啊 聽一些人 就是 就是有經驗的人寫的書 然後去跟他們寫 寫 寫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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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聽說文藍每個家庭都有三四個孩子差不多 那有沒有打算什麼時候要第三個寶寶呢 呃我覺得兩個 是比較好的數目 對 因為我覺得 呃 你假如有太多 你也不能給他們 你也不能放太多時間在他們的身上 假如你有兩個 你可以專注兩個 就夠了 好好的把他們培養起來 對 這是我的想法 呃 那你平時會怎麼就是教兩個寶寶 其實安全問題呢 比如說什麼不能碰啊 或者什麼 呃 什麼不能碰喔 對 就是你會 就是 教導他們的那種比較溫和的還是會說 欸那個東西不能碰 你就警告他們 這種 呃 我覺得看狀況 假如是危險的 當然是叫他們 不能碰 可是 不是那種危險 可能會受傷啊還是什麼的 就讓他們去 有時候 跌倒啊 還是他們做錯一些東西啊 我覺得 這是要讓他們去嘗試的 可是假如是那種很危險的 比如說 比如說 在很高的地方啊 要怎麼樣 要去保護他們 那種我就會 對 有生命危險的我就會 可是 一些那種比較不是生命危險的東西 我覺得 你應該讓小朋友去 自己體驗 去體驗 對對對 嗯 這樣也是比較好的一個方式 嗯 因為當爸爸都會 比較會這個 保護女兒嘛 嗯 那你有沒有想過 奶奶以後 找一個什麼樣的男朋友呢 應該 找什麼樣的男朋友 對 找像我這樣的男朋友 哈哈 沒有我覺得 他找男朋友 應該就是要看 我覺得 首先我 我以後會跟他講說 你要找一個好的男朋友 你首先你要看自己 對 你自己 夠不夠好 對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的任務最重要 就是要把他 培養的是一個很好的女生 對 他才有辦法去吸引好的男生 對 比如說他的個性啊 他的想法啊 這些東西都要 我覺得 就是要 是 不錯的 對 嗯 我相信一定可以的 這個 這麼可愛 這麼好的小朋友 現在看他 有一點難 因為他現在很頑皮 對 可是長大會變 對 因為小孩子一般在幾歲的時候 都比較頑皮的 對 那麼這個 謝謝無尊參與我們的這個 回答粉絲們的問題啊 哦 所以剛才那些問題都是粉絲問的 對 就是我們在網上 徵集了一些粉絲的問題 大家對你的私生活都比較好奇 所以問了這些問題 那接下來就要進入到我們的這個 互動環節了 就是我們的無尊會 現場問我們觀眾朋友們一些問題 叫他們來回答 然後呢 我們會這個 送禮物嗎 對 送禮物 哇 有福啦 是的 而且我們今天還有現金紅包 哇 所以 Cosato就是會 會送一些 紅包 對 就是 現金喔 那大陸有一種叫支付寶的東西 OK 他他輸入一個口令 他就會領去到現金的紅包 這樣 哦 OKOKOK 所以說我們這個主辦方 今天也是非常的大方啊 對對對 那麼我們的這個 呃今天的口令紅包呢 當然是由我們無尊告訴大家了 那麼我們的口令紅包是什麼呢 呃 口令的紅包就是 我愛英國卡薩圖 我愛英國卡薩圖 有沒有聽 聽清楚 我愛英國卡薩圖 所以說大家趕緊打開你手機裡面的支付寶 輸入這個紅包口令 對 卡薩圖來自英國的 我愛英國卡薩圖很容易 我還以為口令紅包會是什麼 無尊無尊你最帥 哈哈哈哈 結果主辦方這麼這麼誠實 沒有啊 當然就是要感謝他們啊 對啊 要幫他們promote一下 對因為 因為也是因為他們我才有這個直播的機會 跟大家一起互動 是的 那今天跟網友的互動 我們有準備一些問題來問大家 嗯 如果這個答對的朋友呢 我們會送出官方準備的一些禮物 呃 哇這些禮物我覺得很棒 因為父親節要到了 哦 對 你們這邊有慶祝父親節嗎 六月 有的 也有的 所以父親節可以就是 送東西給你的朋友 小朋友是爸爸的時候 是爸爸 我覺得送這種東西 小朋友的東西 給爸爸是最好的 對 因為父母都會比較關心 小朋友的安全問題 我現在都不太買東西給自己了 我現在買的東西都是小朋友的東西 哇 對真的 當你成為爸爸媽媽媽 你就是這樣子的 對 是的 那麼我們今天的問題呢 呃 無尊你有記得嗎 我們要問觀眾什麼 我們要問觀眾什麼 對 我們要問觀眾的問題 那 有嗎可以看嗎來 既然是無尊問的問題 我們由他自己來問好吧 然後你們在彈幕上打出你們的答案 那就可以 就可以由我們工作人員 隨機抽取獲獎觀眾 來聯繫 你們 你們要聯繫這個工作人員喔 所以無尊現在可以來問我們這個網友問題了 OK 第一個問題呢 剛才我們也有講過了 嗯 我一開始我在介紹自己的時候 我在卡薩圖這個品牌中擔任什麼任務 什麼任務 什麼職務 對什麼職務 有網友在彈幕上打出正確答案嗎 對 如果有的話請記得即時聯繫 是什麼職務 是的 這就是我們第一個問題 我們無尊在我們卡薩圖中擔任了什麼職務 嗯 這也是我們第一句話進來就聊了 對對對 對 這個時候考驗你 它是五個字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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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 哈哈哈 友情提示一下 對對對 然後我們第二個問題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 OK 嗯 我最近參演的 綜藝節目是什麼 哇這個要很關注你的粉絲才知道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是這 這兩三個月吧 我有參加綜藝節目 對對對 哦 不知道觀眾朋友們有沒有知道我們無尊到底參加了什麼綜藝節目呢 最近呢 趕緊在彈幕上打出你們的答案吧 我們會抽取幸運觀眾來送出我們的獎品哦 那麼第三個問題是什麼呢 第三個問題就是 看他們能不能答出我 有演過的三部電影 哇這個 這個要很關注的人才知道 對 三部電影我們無尊所演的三部電影 名字 打到彈幕上 就可以抽取了 其實無尊演過的電影的話 大概有個 主演的話有五六部嘛 差不多 對 對 所以三部名字打出來你們就可以獲得獎品了 對 那麼下一個問題呢 OK 下一個問題就是 剛才我們有說到 就是 卡薩德是英國的品牌嘛 對 那他們的座椅呢 他們的安全標準是來自於哪裡 什麼國家 安全標準 對 所以有沒有在仔細聽我們講話 就看這個回答問題的時候 能不能答對了 嗯 沒錯 對 那麼下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OK 那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呃我最近有轉發了一個微博 適合卡薩圖有關的一個活動 話題是什麼 嗯 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這個 無尊轉發的這個微博的話題是什麼 嗯 請在這個 你們現在是不是都拿著手機開 開微博找了 拼手速的時候到了 所以說回答對的觀眾朋友呢 請及時聯繫我們的工作人員 我們的工作人員還會給你發獎品哦 那我們再來一題好不好 好 那 因為今天在天貓嘛 然後卡薩圖就是給他們福利 對 那 他們知不知道今天的打折 最多是多少 打幾折 打幾折 你們知道嗎 哇我覺得這個時候大家都開始翻了 這個我也不知道欸 要打幾折啊今天 偷偷的告訴你一下吧 蠻多的蠻多的 你們去猜吧 對因為那個我們這個活動方知道無尊來嘛 哇 因為無尊太帥了 因為無尊這個也是一個爸爸嘛 對我們這個安全座椅的宣傳會起到一個比較好的效果 因為他自己家有小朋友嘛 所以說給大家打了很多的折扣 所以趕緊去我們的天貓商城搶購吧 那麼我們今天的這個互動的問題呢 也問大家了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答對呢 我覺得應該會有很多人都答對 然後這個這個這個打折是到什麼時候 打折的話 是從我們直播十點鐘開始的 是從我們直播十點鐘開始的 到幾點呢 打折是到幾點 所以今天十二點前 十二點前就可以拿到這個折扣對不對 對晚上十二點 在天貓嘛 對一整天 對一整天 今天一整天 所以趕快跟你們的朋友講 是的 有這個爸爸媽媽 對 要這個為寶寶的安全 對 你們假如沒看過他們的 品牌的一些設計 你們可以去他們的官網看 對 很潮很好看 剛剛也講到色彩非常漂亮 很好看 小朋友坐上會非常的開心 嗯 好的 那麼我們這個互動問題也問完了 我們今天現場呢 特別為大家準備了我們這個 無尊寫的這個三本書啊 準備了三本 要送給他們嗎 對 現在要這個親筆現場來簽名 然後送給我們的這個 幸運的觀眾朋友 好 無尊的這本書呢 叫做這個 無尊決定勇敢啊 裡面也是 我剛剛看了一下 有很多圖文 然後 還有他自己的很多的事蹟 以及的這個 小秘密 所以你們可以這個 去看一下 是的 哇你簽名好快啊 那這個 這三本書是 呃 送出的話呢 是我們會抽取現場的 幸運的 呃不是 是那個微博上面會抽取幸運的觀眾 來送出這個 親筆簽名的 哦 OK 哇 親筆簽名我也想要呢 快點打開我的微博 留言 哇他們怎麼樣就可以拿到 就是在微博上 會留言 然後我們會抽取幸運觀眾 哦 在卡薩圖的微博 呃 是的 然後所以大家趕緊去關注吧 我們會送出三本簽名的書 而且我們手機直播上面也會有這個送禮品的 嗯 所以大家多關注一下 那麼我們今天這個跟無尊聊得非常的高興 哦 我要拍照 哦 我要拍照了 對 那好遺憾啊 就這麼一會兒就沒了 沒有我們大概有時間再聊 好的 那您先去忙吧 謝謝謝謝 拜拜 拜拜 哇我們我們可以去偷拍一下嗎 我們偷偷的去 好的我們現在看到的呢 是這個無尊的一個 無尊的一個拍攝現場 那他現在要進行我們的這個廣告片的拍攝了 可以看到現在是在跟導演溝通一些事情 我 呃 我剛經過剛剛的採訪 我真的覺得無尊真的好帥呀 你知道嗎 等一下 對 無尊臉超小的你知道嗎 哎呦整個人都緊張了呢 而且 剛剛那個休息室裡面挺熱的 怎麼不給安個空調 真是的 對我們無尊一點都不好 空調哪裡去了 我們無尊現在拍的是一個 拍的是一個這個婴兒車啊 就是剛剛在我們無尊旁邊的那個 花色差不多的一個婴兒車 是的然後大家也可以看到我們無尊身後的這個 車 呃就是用於我們今天卡薩圖品牌拍攝的這樣的一個車 也是我們無尊代言的這個寶馬二系啊 喜歡的朋友可以去關注一下 畢竟是大帥哥代言的對不對 對 哇這個身材 這個顏值 哇拎著婴兒車感覺奶爸力十足啊 這就是國民岳父的一個標準 你知道嗎 所以趕緊沒生寶寶的趕緊去生寶寶 是吧 因為那那個麥克斯真的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可愛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卡薩圖的這個牌子也是 顏色是非常的亮麗 我覺得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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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薩圖的這個廠家也是非常的 非常的有有心機 因為我無尊現在也是這個超級奶爸嘛 找他來代言我們的這個兒童安全座椅 什麼兒童方面的用品的話 真的是特別的合適 會給大家帶來很多這種碰碰碰的少女戲 而且我們這個這個產品 也是就是剛剛節目中跟大家講過 產品非常非常的漂亮 色彩亮麗 包括我們剛剛無尊那個沙發旁邊的那個婴兒車 都是非常色彩鮮豔的 寶寶們會非常喜歡的這種 包括他現在手裡靈的這個也是這種 粉紅色啊紅色啊花啊這種 比較比較好 果然是專業的不一樣 哇這邊不讓人用手機拍照啊 我好想還跟他合個影呢 都沒有機會啊 等一下讓我冷靜一下 哇果然專業的模特就是不一樣 昨天他是跟小朋友們拍了安全座椅的 這樣的一個廣告 然後今天呢是拍一些 好的那無尊這邊要去換衣服了 當然我們不能拍他換衣服對不對 我在說什麼 對我們不能去拍他換衣服 所以呢我們今天的直播呢 大概就到這裡要結束了 那也是給各位網友朋友們 準備了特別特別多的福利啊 大家記得要去關注一下 我要去換衣服了 這個拍完了 來你們可以來這邊看一下 那我們待會再見 因為我們要換下一套了 拜拜 拜拜 嗯 拜拜 走了 好 那這個無尊去換衣服了 我們我們這個 唉 要跟超級奶爸說 say goodbye了 我們今天這個凱瑟圖的活動 也是非常的豐富啊 大家可以去 天貓的那個官網上面去看一下 因為他有很多很多的折扣 什麼巨划算啊 什麼打折啊 一系列很多很多的這個 其實我昨天 其實因為我還沒有結婚嘛 也沒有寶寶 我對安全座椅的這個東西呢 概念不是很深 但是我昨天看了他們 昨天的這個拍廣告片之後 我覺得 真的是非常漂亮 而且安全座椅這個東西 大家也都知道 小孩子出行的時候 呃 比較需要的是吧 所以說這個 沒有被購 這叫什麼 購置安全座椅的 爸爸媽媽們 趕緊去天貓官網商城 這個卡薩圖 去看一眼 今天真的有很多的折扣 又無尊太帥了 所以 所以打了很多的折扣 你們知道嗎 真的是史無前例的 因為過了 一直活動持續到明天之後 過了明天就沒有了 真的 就沒了 既不可適 時不再來 過了這村就沒有這個地兒了 嗯 哎 好吧 那麼今天這個拍攝現場 也大概帶大家看完了 我們的這個 演播庭也非常 大 然後我們一會兒來這個採訪一下 我們的工作人員 對無尊的這個一個 你說你們想我問他們什麼問題呢 就是因為工作人員們 其實也拍過很多的明星是吧 我們來問問他 是不是無尊最帥 有點忙 你好能採訪兩個問題嗎 啊 攝影師你好 這個您平時合作 也應該有很多明星 您覺得無尊的這個 顏值啊以及他的表現力 當中 是不是比較好 對啊非常好非常好 因為專業的就是不一樣的 基本上跟職業模特 都差不多的那種 哦職業模特 哇 那你們今天會拍攝到幾點呢 大概十個小時吧 哇 這麼辛苦啊 十個小時 也會跟小朋友們一起拍攝嗎 對對對 一會兒無尊和小朋友一起相互互動嘛 會有一些 哦好的 謝謝您謝謝 哇我們這個攝影師可以看一下 對我們這個原片 對原片的效果就跟海報一樣 一是因為我們無尊帥 二是因為他表現力好 三是因為我們攝影師棒 對我們攝影師棒 水平好 所以大家有什麼拍片的需求啊 可以聯繫啊 我這什麼鬼 我在做廣告 欸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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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宇是吧 又過來了 好萌萌丹呢 還採訪嗎 你還認得我嗎 他認得我 哎呀今天來了一個新的小朋友這邊 小帥哥 小帥哥 姐姐好 你叫什麼名字啊 告訴姐姐叫什麼名字 快點 好害羞呢 你叫什麼名字 真是一個高冷的 快點快點 快點 小帥哥你髮型真帥 你今天幾歲了 說好了媽媽就打開了 三周歲了自己說 三周歲了 三周歲了 三周歲啊 你長得這麼帥 你媽媽知道嗎 知道嗎 好害羞啊 我昨天做完全座椅 昨天做完全座椅 昨天做完全座椅 那你知道 那你知道昨天跟你拍廣告的那個 那個叔叔叫什麼嗎 誰叫 叫什麼 無尊叔叔 無尊叔叔 真的好萌啊 那你今天是不是還要跟無尊叔叔一起拍照呀 是不是啊 這是什麼呀 樹 樹 這是什麼樹你知道嗎 恐龍樹 恐龍樹 這不是椰子樹嗎 難道是我 哦 哎 你也來啦 弟弟跟你一起玩呢 弟弟跟你一起玩呢 你看這個見龍媽媽給你 等一下姐姐問你什麼你要回答好不好 這是什麼龍呀 這是什麼龍呀 這是電龍 電龍 那你最喜歡哪個龍啊 最喜歡這兩個龍啊 最喜歡這兩個龍啊 猛猛搭 你看小姑娘就對這個樹比較感興趣 然後小男孩呢就對這個龍比較感興趣 是吧 因為一般一般小小小男孩在小的時候都會喜歡玩一些龍啊 奧特曼啊 汽車啊 什麼的 哇這裏好多恐龍啊 好多恐龍 是不是 哎 這我們的寶寶RC要被開走了 那可能是我們一會無尊要跟我們的小朋友一起拍這個其他的片了 我們這個車先開到一邊去 呃 友情提示一下啊 我們這個車也是無尊代言的 呃 大家可以去考慮 換車的朋友 可以去考慮一下 哎 多少錢啊 攝像師 這車多少錢 啊 文盲 對 我每個廣告都不落下 我是一個專業的主持 其實剛剛採訪的時候 應該嗯 更high一點 給大家帶來更多福利的 但是因為 裡面那個 修理室有點熱 而且我第一次見到無尊比較激動 所以對不起大家 我沒有 我沒有 沒有那個 帶來一個非常好的狀態啊 不怪無尊還是非常高興的跟大家一起聊天啊 回答你們的問題啊 而且剛剛中獎的朋友們一定要記得聯繫我們的工作人員 那麼我們的這個簽名書到底是怎麼送的呀 簽名書到底是怎麼送的呀 所以這個簽名書啊 我們的這個手機直播的朋友們也是可以得到的 所以大家記得這個後續關注我們的新聞 關注我們的無尊 關注我們的卡薩圖安全座椅 幾點了 到點了嗎 嗯 好的他們 誒我們看一下這個現場他們已經在佈置燈光了 我們這個小朋友也是各種亂窜啊 小朋友 啊 我們可以這個拍一下小朋友在裡面玩的這個畫面啊 他們現在在佈置這個 佈置這個場地可以看到嬰兒車安全座椅以及這個嬰兒的提栏啊 非常的好看是不是 我真的覺得很好看 就是我沒有寶寶 有寶寶我也去關注一下這個了是吧 你說我要是現在關注了現在買了 也沒什麼那啥呀是不是 哇 好專業的呢 我們今天剛剛那個還衣服的小姑娘也說過 一共有六個寶寶一起拍攝 這麼多小孩子的片場 這麼這麼這麼多熊孩 不是 人家是乖寶寶 對 這麼多小小朋友在現場 肯定是非常的混亂 不知道我們無尊能不能招架得住啊 我們以後可以偷拍一下 偷拍一下 如果這個不趕我們呢 我們就不走了 就住在這兒了 欸看小姑娘在玩氣球 我覺得小姑娘反而比男孩子活躍一點哦 可能是這個 就她一個男孩子她比較害羞 這個髮型做的也非常的帥氣 捲髮 2016 夏季時尚潮流 那無尊馬上就要換好衣服了嗎 又看到這個穿白衣服的小姑娘了 這個 所以 啊好的 那麼我們這個 這邊 哎 趕我們走了 我們 我們那個 因為他們要準備準備開始拍攝了 所以 所以我們的這個 呃 呃 現場稍微出了一點點問題啊 我們這邊 摄影機的線被我們無尊的車壓住了 怎麼樣 我們先把這個車開走一下 我們到那邊再跟大家聊一會兒 因為現場這邊要準備開始拍攝了 所以我們這邊不太方便 不太方便繼續在這拍了 我們到那邊去 收個尾 哎 我就這麼說出來是不是不太好 收個尾 啊哈 不是那邊能聽得到 你這邊能聽得到嗎 就收音 對 完了 我這把大實話都累累出去了 嗯嗯 好的 那麼我們今天呢也是非常高興來到了我們無尊拍的這個 呃拍攝的卡薩圖廣告片的現場 我們這個 因為工作人員都開始準備工作了 無尊也去換衣服然後拍廣告片了 啊 把logo錄出來 好的嗯我們把logo錄出來 我們麥彪上也有logo卡薩圖 所以大家趕緊去關注一下 為了小朋友的安全考慮以及這個 因為他跟平常的安全度也還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漂亮 而且有我們歐洲的這個指定認證的一個安全的標準 那麼我們今天跟無尊聊的呢 也非常的愉快 無尊本人也是非常的帥 今天直播呢大概就到這裡結束了 後續更多內容呢 請關注我們無尊的微博 以及我們卡薩圖的這個官網 那今天直播就到這裡結束了 各位小伙伴們 拜拜 我是夏禮 請關注我們 請關注我們 我們今天工作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